如果成就佛果了 佛是超越善恶的 如果超越了善恶 弟子的理解是行善行恶都行 因为无干涉 但佛给弟子的感觉都是偏向善的 比如佛的誓愿都是很多的救度众生 都很慈悲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成就佛果了 就是虚空 是超越善恶的 没有错 超越了 根本无善无恶 一力平等 善的也要度 恶的也要度 不会说我只度善的 善的还要你度吗 就是要度恶的 既然都是好人 那还要度什么 不用度了 就是要度恶的 所以善恶是平等的 你的理解是行善行恶都行 你吃饱了 太咸了 是没有干涉 没有错 对佛来讲是没有干涉 对你个人来讲是有干涉 所有师尊教你 就是要终观 生起吃地 跟圆满吃地 同样的重要 我们作为一个人 跟你自己修行成就了 跟这个圆满吃地 你证悟了空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自己行为 也是很重要 因为你行为会得到恶果 会结出恶果 你行恶就得到恶果 你一行恶得到恶果 哪里能够成佛呢 哪里能够跳出轮回呢 今天在金刚经里面 教你也是这样子 你不能说我已经空了 但是我专门做坏事 因为我空了 你空了还会做坏事 空了才不会做坏事 他讲说 行善行恶多行 因为没有干涉 我告诉你 那个佛是只有行善 不会行恶 他只是度恶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人 不要以为说 我已经悟空了 孙悟空的悟空了 我已经悟空了 所以我恶事也可以做 因为都无干涉 害怕就是这一点 怕了就是这一点 我现在怕了就是 大家听了金刚经以后 什么都不要紧 反正是空吗 作恶也是空吗 作善也是空吗 也没有什么功德吗 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恶果 恶果空都没有 那金刚经既然讲空的 我作恶也是空 那我就恶可以做 什么抢劫 杀人 放佛 我都可以做 我告诉你 在人 你就逃不了 你就要抓到监狱里面去 甚至判 判死刑 都有可能 无期徒刑 死刑都有可能 人的法力都不可以 同时你觉得是恶果 所以我讲 做人的道理 要跟空 彼此互相的双运 你整个脑袋 你悟空了 没有错 悟空了 但是你行为 还是要做布施 金刚经里面讲的 还是要布施 要做善事 以布施来代表善事 金刚经常常提到布施 布施就是做善事 虽然你没有善事想 但是你还是要做善事 不能以功德想来做善事 他在教内 不要以功德想来做善事 你才能够跳出轮回 你以功德想来做善事 只能够升天 你做恶一定是下三恶道 是很简单的佛教的道理 你现在搞不清楚 听了这个金刚经以后 以为通通都是无干涉 做恶也是无干涉 不行啦 这会堕入也浮禅 这个就堕入也浮禅了 当然啦 佛给弟子的感觉 都是偏向善的 佛的试验都是很多 是救度众生的 都很慈悲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不懂 佛是叫人家行善的嘛 对不对 哪里有叫你行恶 你还讲说 做善做恶多行 你比佛还伟大 跟你讲清楚了 对不对 对不对